本周国际开锅了 台湾228纪念日将至 反政府与后续争民主的过程 与南韩民主化运动相似却又不尽相同 这周就来看韩版228之民主化开前的 一周八七六月运动 二战后脱离日本殖民的南韩 总算夺回自己的国家 但领导者却是各种集权 从李承晚到蒲正熙 也就是前总统蒲警惠的爸爸 再到全斗换 这数十年间学运工运不断 到了独裁军人全斗换执政时期 在由美国当靠山的情况下 他默示民意扩大实施戒严 禁止所有的政治活动 不能批评国家元首 执政期间招了金勇三 及金大中等知名因应分子 还告出酿成4000死伤的 1980年5月18日广州事件 想不到1987年变本加厉 政府借着反共民意 滥抓异议人士 甚至对一名学运男大生蒲中哲 实施变态水行 将他置于死地后 政府还试图阴灭证据 在各方追查下 真相终于被公开 金程勋牧师在1987年5月18日 光州纪念灵沙上 念出了凶手名单 此事爆发后 加上稍早 全斗换拒绝修宪 试图长期执政 以及6月9日大使生李寒烈 遭震报警察的催泪弹碎片 伤及后脑松一后不治 让长期收到政府高腰管制 以及暴力对待的南韩人民 终于压抑不住怒火 爆发全国大示威 此事的全斗换失去美国支持 在人民不满 与国际压力下 宣布开放总统直接民选 不过因为反对势力 金永山几经大众分裂选票 最后仍有全斗换的好伙伴 卢泰宇当选了 身为威权共犯的他 怎么可能大力清算自己人呢 于是他选择限了在扩大新闻自由 包装政党活动 杜绝贪毒腐败 来从事改革与过去清算 1993年金永三当选总统后 就强制解散军部经营分子旁派 将光州事件定位为民主化运动 并将责任归于全斗换 之后更将全斗换及卢泰宇打入大牢 1998年继任总统的金大中 成立各个制度性的机构来具体落实人权的保障 与过去的清算 无论在赔偿受害者或是追究加害者上 三任总统各做了不同程度的转型正义 直到现在南韩社会人用各种方式纪念 包括有饶舌歌手唱出光州事件 而近期的两部南韩电影 《我只是个继承车司机》 以及1987离民到来的那一天 在南韩国内外都有不错的成绩 甚至本月九日 南韩国防部为了军方镇压光州公开道歉 并承诺会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用各种形式寄取历史教训 传承争取民主的记忆 这就是南韩的转型正义 韩版228专题由一周国际与国际 为什么合作播出 想看更多请搜寻 我是追踪粉专 欢迎订阅一周国际 每周日中午播出 想看什么欢迎留言哦